好 那今天我們就回到就是我們上週講到的這個Basquia Basquia呢 我想有幾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數據 大家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下 那麼我們上週已經介紹過Basquia 是一位 英年早逝 但是他在美國可以說在是在一個 可以說在全球 是一個 不是有很不是說在他出生的那個年代還不是非常的出名 但是為什麼他能夠一下子 從一個非常就是非常 默默無名的藝術家變成了一個很很有影響力 甚至在他去世了 二三十年之後 甚至更久的時間在影響全球的一位藝術家 特別是在驚奇整個藝術市場驚濤駭濫的一位藝術家 而且他在整個亞洲市場裡面的一些份額到現在 還是在急劇的增長的態勢 我上次已經介紹過他從 整個亞洲的殘家的系統 到到達整個 就是 特別是像印尼 像東南亞 新加坡 還有像台灣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藝術 殘家在 在 在 在推動這位藝術家的在市場上面的一個爆紅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我們從增長的數據來看 實際上從2000年到 2019年 他的 總成交額是9200萬 到2019年他已經達到了 19億美金 那麼 但是你要看 除了看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還不是最驚人的 我們再看一下單價網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最佳的 紀錄 如果是2000年是220萬美金 到了2019年是9000多萬美金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非常 是個指數級增長的一個態勢 也就是說 實際上 巴斯基亞裡面有 一個 肯定有一個作品系列 或者說是藝術作品 一直在市場上面在做操作 而且是 一直在市場上面 行行走走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是怎麼樣產生的 當然背後就是因為 殘家的一個推動 好 好 這個可能 謝謝 那我們再來看一張圖 我想我們 在上週我們分享過他的 視頻之後 我想大家應該 想要再 從一個更長的時間線 我們來看一看 19 1998年 他的第一個 百萬美金的 拍價作品 單身 有3000多件 巴斯基亞的作品 在他很短的 創作時間之內 有3000多件的 巴斯基亞作品 為人所知 而且他在全球市場 份額達到了 12% 我一直覺得他在短期內 我一直覺得他在短期內 已經達到一個 我們稱之為叫印象派才能有的一個高度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那麼在近20年的時間之內 他達到21億美金 當然他的最高的這個拍品單價是1億多美金 在2017年在疫情前的時間 那麼 當時 世界上最貴的一個在世藝術家 巴斯基亞已經去世了 最貴的在世藝術家是 傑夫昆斯 對不對 傑夫昆斯的作品是達到9000多萬美金 他跟他 差不多 也就是在2000多萬 2000多萬美金的一個差距 從這些的數據的背後呢 我們當然 在上周已經 在上上周已經看過 巴斯基亞他有非常多 特立獨行的一種 行為表達 其實我認為 任何的藝術家在現在這個時代 你不僅僅是一個所謂的你只是會 繪畫 或者說你只是了解加上繪畫的技巧 當然其實今天我們可以看到AI可以做很多輔助的意義 但是其實最最關鍵這個藝術家一定要有自己非常獨特的特質 還要有非常好的口條 這些都是一些藝術家能夠成功的一些關鍵 當然巴斯基亞也是一樣 好 當然還有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Beeple 這個叫做 The First Five Thousand Days 這個 這個作品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麼 我們從在巴斯基亞 在 2020 至2021年的整個的一個比重來看 我們看到有一位是來自 日本的藝術家叫奈蘭美智 對不對 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他 大家還有像 George Kondo 這個是 美國的 G 這個 波洛克之後 一個非常重要的 出向表現主義的 一個藝術家 那他也被稱之為叫 Picasso的這個 所謂的 這個傳人 Picasso傳人 等等不同的說法 都意願而生 當然還有就是Beeple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從 當代藝術家成交量的一個 三強的一個 拍品當中 我們在關注兩個人 一個叫村上榮 一個叫Caus 對不對 村上榮和Caus 那麼這也是在同期 在當代藝術市場 在在世的藝術家裡面 兩個很重要的人 那這兩位人物呢 實際上也是受到 可以說是受到整個 日本動漫主義 還有這種美學主義的影響 Caus曾經說過 他幾乎每兩年他都要去吃日本 對不對 他也受到這個日本文化的影響 非常的這個深 他跟UNIQLO的合作也是非常的緊密 他們的聯名款一直都在 市場上面在運作當中 好 這是Caus 這位雕塑藝術家 可以說這幾年 以一種非常多不同的方式 呈現在我們的視野當中 好比這一幅 在韓國的首爾石村湖 他做一個巨型的一個專制藝術的現場 還有就是他跟Dior的一個合作 當然這種現在藝術家的聯名 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他可以做 作為藝術家來展示 他也可以作為藝術家來做策展人 藝術家他參與了整個策展 還有像村上榮 村上榮他不僅僅是 聯名 聯名款的藝術家裡面 就是跟很多brand進行聯名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他同時也一直在擁抱 現在非常 多像NFT 像AI的 這個藝術的領域 他的這個crypto的art 現在在市場上面的價格 也賣得非常的好 那包括像Jeff Quince 等等的藝術家都是如此 我們也會花一個專門的一節課 來介紹很多的crypto art 我們稱之為叫加密藝術 他怎麼樣通過這個壁鏈端 來做相應的操作 然後呢 怎麼樣 來走入這個市場 這也是我們值得去 探討的問題 那實際上老師這幾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 我認為有非常多的優秀的藝術家 很多很憨的藝術家 實際上是不需要我們這些藝術推廣者的 因為他已經有 團隊 有資本 對不對 有一個生態可以去拱他是不是 那實際上需要我們做的反而是更多傳統的藝術家 在市場上面 在價格挖地上的一些藝術家 所謂的價格挖地就是 他的藝術史地位 和他在市場的價格是不匹配的藝術家 這反而是我們需要去推廣的方向 也就是今天在做 非常多設計的同學 你們要做的事情 你們不是自己從零到一的去創作去設計 那這個未免就太遲了 因為這個市場跑得太快了 你們要做的事情實際上是在傳統裡頭去找到 可以轉化的部分 你們可能覺得傳統是非常古早味 但是並不是這樣的 真正很多傳統的東西 你可以開發出很多很有意思的創意 符合現在 當代人的一種創意 這是台灣這個土地 這個Creative Hub 應該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是這麼認為 我從2015年在 實踐大學創意產業博士幫念書 我就發現 可以說你看這幾年 大家會發現在疫情前後 整個市場的氣氛 還有你看像成品書店倒了那麼多家 對不對 真的沒有像以前 我在台北念書的感覺 我在2015年的時候 我可以看台北設計之都 我可以看各種 非常有意思的全球的一些資訊 很多創意文創的資訊 當然不是台灣的問題 連香港 非常多周邊的區域 有非常多地方的文創的氣息都越來越弱 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台北是有這樣 台灣是有這樣的一個 潛力 而且現在又在AI的 這麼多的一些 硬體的產商 都在台灣的製造 台灣有這樣的潛力 特別像我們做 我們實踐的同學 你們是有這樣的一個優勢的 可以將很多的設計 把它變成一些國際化的品牌 當然就要在我們台灣的藝術家當中 去找到那個根系 台灣的藝術家 很多 不是只是在地的 去做一種小眾的傳播 台灣的很多藝術家 他是非常具有國際視野的 一種 表達 他的敘事能力 他的故事性 你可以在裡面講 非常非常多的story 其實你可以從中找到 非常非常多的元素 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 能去擁抱 這樣的一種 傳統的表達 孫上榮呢 他是一個 你別看他很新潮 他住在京都 他和我一個 朋友的那個藝術家 是鄰居 那村上榮為什麼選擇京都 因為京都就是那個 去傳承 去延續 那個日本最 最古早的文明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城市 他希望在那邊能夠 滋養他自己 包括我們都知道 Apple的創始人 Steve Jobs 對不對 他經常去日本去旅遊 那麼像你看 Causs 這些藝術家為什麼都能在日本 找到他的文化的脈絡 能找到一些 既流行又傳統的部分 那我相信他必然是有他的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文化的一種吸引力 好 好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位 藝術家 這位藝術家在 同樣在這個時間段 來自香港的市場 這位藝術家叫 王俊傑 他是加拿大出生 他從小就已經被診斷為 這個 帶有一定抑鬱傾向 後來確診為有心理疾病 的一位藝術家 這位藝術家也是跟 巴斯基亞一樣 我今天要舉這個案例 是因為他跟巴斯基亞一樣 也是一年早逝 但是他在市場上面 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大家把他稱之為叫 賽上的傳人 我們來看一下這位華裔的藝術家 他在市場的一個狀況 這是20年12月 他的數據 最高的價格是 最高的價格是 3萬多美金 成交的總價格是 30萬 30萬美金 王俊傑 一樣是1984年出生 他的很多的作品 在現在已經 估到了將近100多萬美金 僅僅這麼短暫的 三年四年的時間 可見大家對於 這種藝術家 的這種風格 還是有 一定的 這種青睞 而特別是他作品 呈現的方式儘管他有重度的抑鬱症 但是他作品當中還是有非常多colorful的表達 就好比 房古 房古他也是一位 有一定心理的 這個 問題的一位藝術家 但是 他在 他在他的生命當中 他還是 帶了一種對於生命的一種堅定 堅持 和毅力 以及他有創作非常多 很colorful的一種 顏色 這就是藝術家的 非常 非常不一樣的一種兩面性 在裡頭 好 這是17年在他 即將去世之前的一個創作的作品 當然裡面 有他對於 女性 對於 人和女性 以及對於商脈 生態等等的一種 更隱晦的一種表達 表達出他的一種思考 這幅 這幅畫是19年 創作的 那麼 這個可以看出 從遠遠的可以看出 有一種服飾會的感覺 可以說他受到整個 當代的藝術的影響 特別是日本藝術的影響 有他的一定的意義 那麼 實際上我們知道 歐洲的印象派 實際上受到 日本服飾會的影響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那麼當然 我相信在 如果大家對於印象派 非常推崇的一些藝術家 很多新生輩的藝術家 也是 希望藉由服飾會的一些藝術家 藝術的風格來影響他的創作 好 第二位藝術家我想介紹 就是我這幾年分析的數據裡面 像剛才的王俊傑 他是一位 加拿大華裔的藝術家 那麼還有一位是來自中國大陸 他叫 陳飛 陳飛 這位藝術家 現在是被 頂級的 全球頂級的畫欄 叫貝浩登 所 推管的 其實我一直想 讓大家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藝術家 如果沒有一個畫欄 很好的畫欄去做推廣 他是不可能出來的 這個時代 你們覺得你們可以直接通過 Instagram 你們可以直接通過 所謂的 這些Social Media 你們就可以出來嗎 其實不是 不管是你們未來想要做一位 獨立的藝術家也好 那可能你們會說在台灣要找什麼樣的畫欄 當然在台灣要找 國際性的畫欄 那你們找很多在地的畫欄 你們只能面對的就是在地的市場 你們可能就是面對 有一種 蕭條 萎靡不振的 目前我們的狀態 在很多在地的市場裡面 都是相對是 藝術市場是非常蕭條的 我最近得到的一個數據 如果說是一個單地的 比如說中國大陸一個單地的市場 還有台北有一個單地的市場 一年能賣兩幅畫就不錯 這個市場就是這樣的 如果說你是非常在地的市場 但如果 如果你今天面對的 是一個更大區域的市場 你可以去嘗試 特別是很多設計師 你可以去嘗試非常多的 室內裝潢也好 甚至是廁長也好 甚至是很多的一些 專制藝術也好 公共空間也好 商業綜合體也好 那麼可能你面對的就是一個 不一樣的市場 所以今天我們 大家 或許 要真正意義上 去認知 去定位 在你們更年輕的時候 去定位 你們自己要做 什麼樣的一位 藝術家 一位設計師 那麼這是一位 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 1983年出生的 陳菲 應該說中國大陸有非常多的藝術家 他受到日本的動漫美術的影響 非常的深遠 那麼 這位藝術家 在他的年輕的時候 他就 開始 不斷的 創作 他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 那麼他現在目前在全球排名是200多位 從他的年齡來說 這樣的排名已經是非常靠前面了 然後他的總成交已經達到465萬的這個歐元 這是目前一個非常增長的態勢 那麼2023的一個年底的一個數據 由中國加德拍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他拍到了將近874萬 人民幣 然後呢 他的估價只在480萬 你看 這就是一件就是市場對於好的藝術的風格 實際上你對於所謂的 我覺得是相對比較有潛力的藝術家 特別是 他背後一個很重要的推手是在於 全球的頂級畫廊 背號燈的推動 那麼這個藝術家 他在全球的市場就會走的相對比較好 你們可以發現 所以你看他 在他估價範圍 快超越 快超越將近 一倍的一個價格 還不到一倍 但是已經快要到900萬的一個價格 你看他推出來 是不是 所以說這個市場現在 是處於一個大家很難想像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是 頂級的畫廊推廣的藝術家 那麼你不管是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還是在中國大陸以外 甚至是全球的華人的市場 你都還有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價格的指標 那麼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像台灣的像梗畫廊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熟不熟悉梗畫廊 梗畫廊一直都在推動 中國現代主義的非常多的一些藝術家 包括吳冠中 包括現在在 亞洲大學美術館展的王懷慶先生 他是吳冠中的徒弟 那麼你們也可以關注一下 亞洲大學美術館 每次展出來的展覽的作品 或許就在半年之後 會進入到拍賣市場 進行拍賣 所以說你們要發現 我們在台灣師大 師範大學美術館 也是一樣的 未來我們在這樣一個 學術 藝術史有地位的美術館 展覽出來的作品 未來就有可能進入拍賣市場 這個是所有的畫欄在做的操作 那你們也可以關注一下 富邦美術館 像這些 金主的美術館 像台新基金會 這些台北的一些 藝術的 一些 機構也好 你們可以關注一下 這些的 這些的 基金會 他們是怎麼樣來做操作的 他們會影響什麼樣的一個市場 好 那你們還可以關注一下國劇的陳泰銘先生 大家都應該知道他嘛 他是 巴斯基亞一個很重要的殘家 他不僅僅說巴斯基亞 他還說 Francis Bacon 還說 這些都是在20世紀 非常有影響力的一些 藝術家 不管是架上繪畫也好 還是 雕塑也好 那這些人的作品 為什麼會經由他們的手 在做二次的買賣 那他們到底 下一波是要買的是誰 你們要好好關注 這些所有的線索 台藝大 北藝大 台師大的這些線索 以及像亞大 亞洲大學的這種線索 你們就會發現說 有非常多的華人參加 台灣的華 收藏的實力 會影響 華人藝術家在全球的運作 所以這裡面呢 其實你們是 你們是生活在一個福利 但是你們要知道這個福利 會給你們帶來什麼 那實踐大學作為有這麼多設計背景 商館背景的同學 你們更是應該要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走出我們大學不太一樣的一個發展的 路徑和脈絡 對不對 好 那我接下來我來 介紹一下今天 今天我們 我們在 上節課 我們把 最後關於藝術市場的概述 做一個 這個ending 之後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我們到底要講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會 放眼全球的藝術博覽會 會介紹幾個 在全球非常知名的藝術博覽會 當然 絕對不能忘記的就是 那個 阿德巴索 就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 那麼 同時的話會介紹 在巴索這個背景下面有一個 私人收藏的 系統 他是怎麼樣來做收藏的 他收藏了20世紀 非常重要的 現代主義的藝術家 這些藝術家 他在市場的價格如何 什麼時候收的 為什麼而收 那為什麼後來成為 能夠醞釀和跌旦到現在影響 整個藝術生態 非常重要的 這些 藝術的脈絡 我想 大家是希望通過這堂課 能夠去了解 這些的部分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首先 先了解一下 藝術博覽會的發展的歷程 以及 重點的是一個 概覽 還有就是他們之間的一種 關係 私人收藏和藝術博覽會 之間的一種關係 剛才我有介紹幾位 包括陳泰銘 國劇的陳泰銘先生 這些 清萬雅基 系統的參加 實際上他也在影響 藝博會 影響了台北當代藝術 藝術博會 影響著 10月份我們即將要去參觀的 這個 台灣的 單代藝術博覽會 他們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那其中這些華藍跟這些藝博會又是什麼樣關係 很多人覺得說藝博會 坦白講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平台 大量的這個 這個華藍組都跑進來 然後在這邊 這塊找了一個很好區域 今年做這個demo 明年做那個demo 做不同的artist的demo 大家可能就覺得很簡單 不是的 實際上 華藍他對於 參與藝博會 他有 非常非常強的規劃 也就是說今年 我這三年我要找誰 實際上前 前五年 兩年前最起碼都想好了 而且你們要知道 像我們在台師大美術館辦展廊 我們是要前三年就要預定的 所以對於大家來講這個機會是太難得了 我之前想要推一位藝術家 在台灣台師大辦展廊 我三年前跟他預定他告訴我滿了 他說已經訂滿了 為什麼 因為有太多的畫廊藉由內部的關係 去預定了 具有藝術史地位的 這些 美術館的展覽 特別是像亞洲大學美術館 特別像台師大 台藝大 等等不同的一些區域 還有像台大的這個校使館 台灣大學校使館的展覽 這些區域的展覽不是那麼好訂的 那麼 所以 大家應該要想到的事情就是 我們的藝博會 我們的藝博會 他的意義 以及今天我們在10月底要去參觀的藝博會 你們要用的不是觀者的眼觀 不是觀眾的眼觀 你們要用的是一個 最起碼是我們學了一點點 藝術市場和 管理的實務 我們要有一點 管理者的眼觀 去看待他 我們要進去去觀察說 到底有哪些畫欄在 在參加 我們看一下全球的這個頂級畫欄的這個list 到底來了幾家 高古轩來了嗎 貝浩登來了嗎 是不是 李森來了嗎 白石來了嗎 日本的白石畫欄來了嗎 對不對 我想大家要有這種眼光來看 第二 我們要看展品 今天的展品我們的藝術家 我們是在全球的這個藝術家名錄裡頭 我們打開Art Prize 好不好 隨便大家Google搜索一下Art Prize 這個是法國的一個藝術價格的平台 你們可以打開一看一下 這個藝術家現在在全球活不活躍一下子就看出來 我們藝術市場就是用價格說話 到底活不活躍 到底在市場上面的份額是如何 到底在哪些地方辦櫃展廊 那你就可以關注到這個藝術家在 台北當代或者說台北 藝博會 藝博會他的一個地位是什麼 那這就 反向就表明了台北當代藝博會的水準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我們要用這樣一個邏輯 當然我們要看一下價格 最後要看價格 他是奈良美智 什麼時期的作品 對今天是來了一幅奈良美智沒有錯啦 是他版畫嗎 還是他什麼時期的作品 我們要看的是 還有他是什麼樣的一個size 尺寸 這些都會影響 他的 他的 一個藝博會的一個地位 所以 今天我們看的眼光 我希望大家通過這個學習 去了解的一個視角 是不一樣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藝博會 大家都知道藝博會現在在全球 大家都作為一個城市的名片 對不對 做一個 所謂的很有享譽度的一個很重要的盛會 甚至可以 點亮台北 點亮高雄 點亮台南 對吧 大家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大會 在那期間有很多的一些衛星展區 有很多的小商小放 都跟那個大會 之間形成個連結 然後 流量之間的互動 大家都覺得這很 很厲害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ecosystem 但我覺得大家要首先要關注的是 這個藝博會 是由誰主辦的 譬如說我在上學期 我所帶領的 這個藝術市場的同學 我們去看的是台北當代 他是由 八首 就是 瑞士的八首藝博會 授權台北 和台北的這個瑞銀 台灣的瑞銀集團 這是一家非常厲害的金控集團 共同合辦的 他的規模 他的態勢 他的國際化程度 是比較高的 那麼像這一次我們在 10月份 我們看的 這個 台灣藝術博染會 他是由台灣 台灣的華藍協會 以及 非常多家的金控集團 一起來合辦的 甚至背後還有 非常重要的 清萬雅集的 首產家 那麼他也會 呈現出 另外的一種態勢 所以大家首先要關注是 他的合作機構是誰 也就是說 大家去看那個 展覽 不是一進去就去看 藝術家 這個藝術家 風格還可以 也沒有很酷炫 一般般怎麼樣 沒有用 看這個是沒有用的 你首先進去 第一件事情 你要看那個機構是誰 對不對 那個機構他所代表的 市場的地位是怎麼樣的 他代表的 殘家的資源是如何的 他的funder 他的sponsor 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好 這就是我想說 大家要注意到的 一些訊息 好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看 通過藝博會 藝博會現在越來越走向一種 交流 平台 互動 甚至是一種 學術議題的探討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非常多的藝博會 裡面有非常多 很多的session Session 那在這個Session裡頭呢 有很多不同的 來自市場面向的 或者說是來自 學術面向的 他們之間會討論風格 比如說最近是什麼樣 是女性議題嗎 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社會議題 是生態議題 環保議題 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全球的這個 這個藝博會裡面 大家都是其實都在討論這些 當然我們也看到說從 2023年開始 整個市場現在是出一個 坦白講是一個非常shut down的狀態 今天 只有你是 高估品 才能賣得好 確實是這樣的 如果說你是一個 既代要成長的藝術家 那你可能要放慢下腳步 你可能要去做點別的事情 先養家糊口再說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現實 因為全球的 全球的畫廊 就 好比紐約的畫廊已經倒了將近三成 全球的藝博會 在去年 今年年初 我去看了香港的八首 應該說是 整個華人地區 非常重要的這個藝博會 現場的作品也是 之前的貨拿來重新來賣 那麼其實整個畫廊界 現在是處於一個 相對保守的狀態 在處理他的藝術品 當然 我是覺得有危機才會有轉機 因為每一次的藝術 我們看過這個藝術市場指數 你會發現 他這個指數啊 他永遠都是這樣的 一個是down up down up 一個狀態 他在這個狀態裡面呢 所有的 這些商業從事 藝術商業的人員 其實就在關注 到底什麼時候會起來 所以我們也在關注 下一個會起來的 那個藝術的標的 是什麼 好 這時候我們了解一下藝博會 當然我們今天看到 非常多的藝博會的類型 我們也需要有一個 認知 當然非常重要的還是屬於綜合性的藝博會 今天的藝術已經是沒有 疆界 沒有所謂的界限 你把它稱之為叫繪畫 叫所謂的 叫繪畫藝術家嘛 我覺得太局限了 今天所有的藝術家都在跨界 你可以是一個 你可以是一個數位分生人 對吧 你可以做非常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創意 只要你自己認定為你有創意有想法 你就是一個藝術家 或許今天的藝術家不需要是藝術殿堂裡頭出來的 他可以是一個生物學家 也可以是一個社會學家 那可我請問 在座的同學 你們是有設計背景 你們有這個 所謂的藝術背景的同學 那你們以後要怎麼樣找出你們的道路 因為你們要跟非常非常多不同領域的同學來競爭 甚至是一個城市 專家 他只要會coding就好了 現在的藝術家已經發展的這個將界非常的多元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藝博會 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多千奇百怪的各類的一些藝術的作品 那麼第二個部分就是 今天我們非常關注叫當代議題 什麼叫當代 當代就是表達 我們每個人在這個時代的一種狀態和想法投射出來的一個藝術作品 當代 那麼今天我們面對這個當代的議題的時候 每個區域每個地方 都會有一些在地化的表達 那這個在地化的表達 又有我們自己的一個樣貌 所以我們的當代 還要再加一個叫在地 也就是說每個藝博會 它既有 國際的 全球的 它也有 在地的東西 這才是一個藝博會 比如說像台北藝博會 它的特色所在 我們來回顧一下 藝術博染會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歷程 實際上在 15世紀比利時的教壇 就有很多藝術的集市 那個時候我們 我們去 享受這個藝術的集市的話 其實 我們想要解決的是更多是一種功能性 和有一點 有一點美感的作品 的一種需求而已 這表達是我們一種生活和功能性的需求 它還沒有真正走近的是我們對於 藝術觀念的一種思考 當然一直到 19世紀末 1851年 這個萬國博染會 我們看到是全球的藝術品 全球的 這個 藝術作品或者說是一些 藝術功能性的作品 他們雲集在這裡 就像是 在走一個夜市的現場 一樣 當然那個時候還是以功能性為主 還是以功能性為主 那我們也看到從 19 19 1990年 一直到 2010年 長達36年的時間 藝博會在全球的一個 場次的一個 這個漲幅的態勢 從這個漲幅的態勢當中 我們應該可以感受到 藝博會有點 泛濫了 對不對 每個城市為了標版它自己的特色 都要做一個藝博會 有點泛濫了 那實際上真正好的作品 是怎麼樣凸顯出來 而且藝博會變成了一種商業操作 這個商業操作 尤為的明顯在於很多不同的區域 尤為的明顯 所以這種藝博會的泛濫會讓我們呈現出一個態勢 其實就是說 我們的 畫欄主 我們的這些藝術的藝術家 他們要怎麼樣和藝博會去合作 他到底是要就直接買當然後我就去一個藝博會的現場 去展示嗎 還是說我們要有所選擇 當然今天我們要加入的一個很重要 叫篩選機制 就好比我們在三學期我請到印象畫欄的總監 歐世華先生 他最厲害的他們最厲害的就是在 做整個傑夫昆斯的 小型雕塑的亞洲代理 那他就告訴我說 我不是所有藝博會都參加的 以前我好像很喜歡去試水 對不對 這個也參加一下那個也參加一下 這邊 給我免費 因為我畫欄的這個話語權比較高 回頭我去參加另外一家 那個我要繳費 因為我覺得這個藝博會我需要參加 譬如說現在 2024年剛剛在 威尼斯雙年長 這個學術的一個藝博會的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館的這個 畫欄裡面有非常多的藝術 這個 非常多的畫欄參與 譬如說像 尊才 尊才畫欄也是大家可以關注的一家畫欄 那麼 這一些的畫欄的參與 其實實際上也在點亮藝博會 的一種 大家對於藝博會的一種不同的認知 為什麼 因為 實際上現在大家都希望說能夠 樹立一個未來五年之內在 整個華人圈的一個 藝術家的學術地位 所以大家就會去進入到這個 威尼斯雙年長去掌自己的這個未來想要推的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實際上 你如果說沒有推廣過類似 同一等級的藝術家 你是沒有辦法進入到威尼斯雙年長 他要測 他要驗資的 要看你的資本量 你的資本額 還有你的藝術家的類別 風格 等等 你想進入到這些藝博會 他們都是要進行篩選 所以今天就進入一個叫雙項篩選的機制 畫欄也在篩選藝博會 藝博會也在篩選畫欄 所以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整個一個漲幅的背後 他是有這樣一個意涵 在藝術的市場生態裡面在充分的競爭 好 那當然今天我們又看到有非常多飯店 是不是現在也都出來了 像曼谷的飯店 他們叫做飯店博覽會 是不是 這又是一個現在蠻新的一個樣貌 也是有很多的飯店想要做自己的主題的這個 Curation Decorate 他需要去做的一種嘗試 這也是一種商業經營的手段 叫飯店藝博會 飯店藝博會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像台北有很多的像軍藥酒店 非常多W Hotel 非常多酒店也在做這個飯店藝博會 那麼 我相信以後的面貌會越來越多元 不僅僅只是在 固定的時間做一兩場的藝博會的展覽 或許以後會變成是有個專屬你房間 或有專屬你空間的一個 所謂的藝術空間 給到很多的 這個 年輕人 或者說給到很多的新生的世代 去選擇 這也是未來的一個藝博會 藝術的博染會會用一種更 鬆散的方式來經營 他可能變成了一個 所謂的 Branding 我們做 FOMOSA的一個藝博會 可能是會變成一個 Branding 對不對 那麼 未來的話我們可以 到不同的 我們可以把它輸出變成一種 know how 輸出到非常多不同的 一些飯店空間 去做經營 是不是 那麼這就是變成一個藝博會 他不會集中在幾天 來 操作 他變成一個 放話的一種 行銷策略 這也是一種另外一種方式 那今天的藝博會跨界就程度都非常高 跟很多的 很多的金控集團 和很多的一些 甚至很多的NPO NGO的組織 聯合國的文化基金 文化基金等等的一些相關的一些foundation來合作 那麼這是一個另外一個樣貌來進行這個結合 當然也會結合很多在地的元素 比如說威尼斯 我們肯定就 繞不開義大利這個文化城市的一種文藝的復興 對於這個城市的一種變遷 等等的一些 元素都會加入進來去思考 還有很多就是 我們考慮到的像經濟層面 還有 社會的層面的一些議題 還有今天我們在科技的時代的一些 創新的議題 我們也會從中來得到一些 啟示和思考 今天我們想要講 就是在1990年代之後 有非常多家的藝博會 這邊我們看到了很多家這個藝博會 當然我不知道你們去過幾家 像這個 我想推薦的是英國倫敦的 Friez Artifile 這個藝博會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非常 非常的注重 Young generation 所以說非常多的 年輕的藝術家 可以在這個藝博會上面 得到很多的 一些 新式的一種 藝術的風格 和資訊 當然還有像 今天我想介紹的就是 Art Basel Art Basel 這家藝博會 巴塞爾的藝術長呢 就是 應該說他的規模是全球下目前是最大的 但是巴塞爾又很低調啊 所以今天我想 從巴塞爾這個城市的介紹 一直到藝博會的介紹 然後來了解說 實際上為什麼巴塞爾他會 從一個這麼小的一個城市 17多萬人的一個城市 變成一個 具有非常濃厚的 歷史 藝術 收藏歷史的這樣的一個區域 甚至他影響了整個歐洲 甚至影響整個全球的一個藝術商業生態 那我覺得這些實際上是 一個這麼低調的城市 非常的值得我們學習 那所以我就 想把這個案例作為我們對 對於藝博會的一個 就是好的一個case來介紹 Alabasso 大家其實對巴塞爾的了解 或許 大家都不了解他以前是一個化工城市 也完全不知道說 他有那麼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branding 這些brand 實際上在 全球的地位都非常之高 好比像 鐘表業 當然他 因為他有 非常強勢的一個 貨幣兌換的一個全球化的機制 我們都知道 他是一個免稅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一些 這種貨幣兌換的便利 所以全球非常多的 企業都在那邊 建立 他這個總部的一個 經濟區 那麼 那麼 其實 Alabasso這個藝博會 他早於 1973年 那麼在1973年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應該說全球的氣氛 從1950年代以後 全球的氣氛 其實都是在 學習美國 在 推崇 美國的文化 特別是像抽象表現主義的 非常多的大師 他都來自美國 比如說像這邊介紹的 這一位 這個 Jackson Pollock 這個人 那個時候 Basel就聚焦了 這一股來自美國 藝術的全球化的態勢 他就在推廣 美國的藝術家 就是他專門建立的一個 展覽是針對美國的藝術家 叫American Art 他在做這件事情 在專門在 展覽 推廣這個部分的藝術 那麼我相信這個做法的背後 當然也是有 對於 也是有美國 收藏家的推動 還有美國很多的一些 Foundation 比如說我們知道像這個 洛克菲勒基金會 像這個 古根和美術館的基金會 等等他們在推動這件事情 那麼到1974年 Basel就發現說 我只是在做美國的藝術 這或許 有違背 我在 我希望用一個 全球的Perspective 來看待藝術的眼光 那個時候 Basel就開始 注意到一個 很重要的群體 就是 Yung Generation 就是我們要找的 就是新的趨勢 那個時候他就迅速的 轉向為 就是對於這些 New Trend 特別是很多年輕的 藝術家的 推廣 到了1996年 長達20多年之後呢 Basel就開始 發現說 我只是在推廣 年輕的藝術家 其實 也未必是一件 是一件很 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全球都可以在做這件事情 他覺得 觀念很重要 他覺得新的表達很重要 就好比今天 我們看到全球的一博會 其實最後打的都是觀念牌 都是看誰的 我們到威尼斯雙年長 我們看台灣館 看 看韓國館 看這個 這個日本館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在打那個觀念 是不是 那種concept 就是他content是什麼 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們就說叫 Art Statements Art Statements 就藝術的這種 宣言 譬如說我們今天做一個生態的展覽 我們的藝術宣言是什麼 我們要保護環境 我們要讓環境變得更Healthy 更Sustainable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藝術宣言 好 藝術宣言呢 在這個時候呢 就比 推廣所謂的新生代的藝術家更為的重要 從19 96年開始 我們就在 強調觀念 所以說我覺得今天的 藝術家也好 其實 不僅僅在做的是所謂的 藝術的形式而已 或者說你要復古 你要 學習哪一種 你要學習Demi Hurst 你要學習很多的一些 很前衛的藝術家 其實不是的 你更需要一種 獨立於這種前衛藝術家的觀念 好那很多人會說 春相榮 春相榮有沒有在學習 這個Andy Warhol 有沒有 對不對 他們都想要有一種 所謂的在Social Media 在 新 新的網路的世代 能夠一舉成名 他們都有運用這樣的一種手段 但是只是 形式的學習 並不是實質的學習 所謂的實質就在於說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一種觀念 好那你要有個獨特的IP 對不對 像奈蘭美智 你永遠都可以看到那個很可愛的小姑娘 他的背後那種憂傷的眼神 還有他 有種憂傷的背後那種隱喻的一種 一種傷痕也好 或者說是其他的一些部分的拿捏也好 好那這個背後也是需要去 他有他一個獨特的IP 所以你看到一個藝術家 你就會發現他的風格跟他的觀念 永遠是一脈相承的 他的風格和他的觀念是一脈相承的 我看到奈蘭美智我就想起了 日本的一個 一部 這個著作叫菊花與刀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部著作 就是怎麼樣去體現一個 日本當然有經歷過軍國主義對不對 有軍國主義的這種 文化 他有一種所謂的這種 無視道的精神 這背後就是代表他那個刀 但他又有一種 潛藏著如視道家的精神 就是他的句話 這種象徵的隱喻這種 symbolic 符號化的意義在其中 非常非常大的衝突 和 和彼此的一種對撞 他們就形成了這樣一種 文化的現場 那麼奈蘭美智 他作為一個在 1940年代以後出生的 日本的新生的世代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日本 人是非常的潮流的 今天我們在日本的六本木的街頭 走動的時候 穿動的時候 你還是會發現 其實 日本的這些 五六十歲的人 他們會開那個古董車 對不對 就是好比這動漫形象裡頭的那些古董車 然後在 在城市穿梭 我覺得他還是蠻潮蠻時尚的 所以他們的內心深處有 非常多世代之間的衝擊下擠壓下面形成一種 很 我覺得是一種 非常衝擊的一種 個性跟特質 代表他的一種 Personality 非常多的文化的背後 他都有 藝術家賦予他 對於這個 時代和社會運動的 一種定義 所以說我希望說更多的同學要 要去認知 藝術家背後的觀念 同時 你們也要去塑造 你們自己的一種觀念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當然我這邊想介紹就是在 這個時期 Basso呢就在推一位很重要的日本藝術家叫 森萬禮子 森萬禮子大家去過六本目嗎 知道有個叫森美術館嗎 森美術館 大家如果沒有不知道可以把這個字給他記下來 森林的森 我覺得森美術館非常的重要 在整個亞洲當代藝術史上面森美術館每次展出的作品 都是具有指標性的 甚至會影響整個亞洲當代藝術的發展進程 那麼 森美術館所在的森大廈 大廈 這個地方 的 創始人就是森萬禮子的父親 但森萬禮子他就是一位 生活在一個商業氣息很濃厚的家庭裡面 但是 卻 卻獨有的 他擁保他自己對於藝術的一種追求 他當年就被Basso的這個藝博會選上 選上之後呢 那麼他 近期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創作 他在早期很多創作這邊沒有展現出來 他早期非常多有點像那個初音未來 經常 就是穿著Cosplay或者說有點 很這個 龐克然後到 紐約啊 到很多地方去做行為表演 其實我覺得很多年輕的藝術家在 剛開始的時候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非常喜歡做行為表演 為什麼 因為他需要出跳 他需要出圈 他需要讓更多的人認識他 所以他就做很多的表演項目 甚至很多人拿自己女性的表演 身體來做 身體藝術長 也非常多 我待會也會介紹一位 也是由Basso選出來的藝術家 那麼當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就變成了由身體 這種 材質跟媒介所展開的 對於很多的 這種不同材質的探索 他就會走向了 比如說走向對 對布啊 對服裝啊 或者說對影像啊 對視覺啊 等等不同的探索 這位藝術家最近有一個創作的作品 這是他的一個藝術的表達 他很注重 這個 他很關注生死 人的生死 還有現實跟科技之間的一種關係 那麼這個是他近期的一個創作 他做了一個 大大的珠光寶氣的一個半壁 然後他覺得其實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半壁裡 那這個成為 那個 日本的鄉村的一個地方創生的一個模板 他可能又是一個 另外一個月後期有的一個概念 就是每個藝術家都做自己的studio 都做自己的空間 在不同的日本的鄉村來 來這個展示自己 那這就是森萬禮子 目前的一個作品 那他當年就被八首選上了 那八首其實我覺得也是慧眼石英才 知道藝術家 的這個 創作也知道藝術家的 發展的脈絡 原先從一個非常出調的一個 表演行為藝術的藝術家變成了一個 更安於內心深處思考的對於產域 有對話和認知的一位 我們看到的更像一位藝術家的藝術家 他隨著他的年齡 世代的變遷 他的一種自我的 我覺得是一種自覺的過程 還有一位藝術家也是被 八首選出來的 這位是來自意大利的行為藝術家 這邊用的作品還算是 我覺得尺度還算是比較緊 他用的是那個 人體的 雕塑 那還有一些他的作品是直接是用那個 活人體來展示的 那這位藝術家就是所謂叫人體 表現主義 行為表現主義的藝術家 他在非常多 迫氣 破舊的空間裡頭 他在表達的是 人性和空間之間的關係 那這位來自這個意大利的 叫 Vanessa 這位藝術家 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我覺得其實八首在選人的時候 在選這些 藝術家的時候還是有他非常前衛的一種 觀念在其中指引 那麼八首經歷了從 19 七幾年代的這種 不管是對於新的趨勢 新的藝術家風格 新的這種statement的思考之後 那從2000年左右 八首就覺得我現在已經是個品牌了 我已經經過了30多年了 那我要走向全球 那麼他第一站去的是這個 邁阿密 那麼在邁阿密的話 他做就很多跟美國的很多的 單代藝術就做了一些結合 有非常多很pop的一些元素在裡頭 譬如說這個是 2023年的一個裝置的景觀的展覽 那麼在2011年 八首就進軍香港 因為他看到了 在2008年之後 中國大陸的奧運 整個經濟的一個態勢 他就選擇香港這個自由港 然後來 這個free pot 因為可以解決很多資金的流轉的問題 那麼他在這個地方就 創立了和單地的公司 一起創立了這個香港八首 那麼香港八首可以說他 一直都覺得自己 有非常 強在亞洲的一個 輻射力 所以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這近10年的時間 香港八首在全球的一個 藝術博染會的一個 報告 和他的商業規模 其實是相當龐大的 在全球佔據第2左右 第2左右 好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 八首的整個的一個面向 就逐漸的從 以藝術為中心 從藝術的學術 逐漸走向藝術商業的探討 最近我在看2024 大概是在6月份 在八首的 這個藝博會 他們也在非常關注 就是加密藝術 以及 這個OFT 還有就是未來的AI藝術的一個走向 他們一直都走在整個議題的前沿 在關注這個部分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說 八首藝博會 他逐漸的從 展示 銷售 然後到 一整個的一個 一整個的一個商業的系統 形成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態勢 那未來八首會走向何方呢 其實也是值得我們期待的 那接下來我想說從八首我們來介紹一下 關於 一個私人的收藏的脈絡 我們 先來看 我有個影像的一個 一個資料 我們先來 看一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來看看 我想大家看完這個影像之後應該會對 這個 藝博會有 對於這個展覽 八首這個地方為什麼會孕育出 這樣的一種藝術的 風格應該會有 或者說藝術的博覽會會有自己的一些見解 我們先從這個影像開始 這個是來自 瑞士巴塞爾 貝爾熱 Foundati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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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看到那個雕塑是Paul Klee的一個改版 離這個Foundation不遠的地方有非常多的Gallery 很多的畫廊 這個小鎮上面非常的溫馨很安靜 我們可以看到莫內還有賽上非常多 還有皮卡索他是皮卡索主要的參加 我們看到遠處有莫德里安對不對 我們還看到Paul Klee 好 好 這個是阿巴索的創始人 貝耶勒這個人 那我今天 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稍微開個頭 大家來認知一下這位很厲害的收藏 整個20世紀非常重要藝術家的作品 當然還要從巴索的這個藝術博物館開始講起 這個具有百年歷史的博物館 非常非常的前衛 他大概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在收藏皮卡索的這個作品 那個時候全球 全球其實對於皮卡索的認知還處於一個很 很前期的狀態 並不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家的時候 但是巴索這個城市的品位 已經引起非常非常多的公民 通過抗議的方式 一定要讓皮卡索的作品進入到這樣的一個博物館 可見巴索這個城市的一種公民意識 特別是對於藝術的一種公民認知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面向的時候 就不難去發現其實巴索一博會以及創始人 巴索的這個創始人 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彩的收藏 那這種收藏的系統 這種collection的這種collector system 也是值得我們亞洲的收藏家借鑒的 所以說為什麼把這個案例做為我們的一個 凸顯的案例 這也是皮卡索很早期的 紅色系列的作者的醜絕 藝術巴索的創始人有三位 其中恩斯特·貝耶勒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就是這位左邊的這位先生 他成立了巴索畫欄 那麼他們在1969年巴索的一場會議當中 他們就決定 他們就決定為了巴索而愛 作為他們的一個主題 一個宣言 那麼恩斯特·貝耶勒也是被稱之為 是帳後最偉大的藝術品的交易商 我們要從歷史當中學習 我們才能收穫對於現在的認知 我們看待台灣 看待香港 看待新加坡 看待東南亞 不同的收藏系統的時候 當我們在看待全球的100位的收藏家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這個距離還是有點遙遠的 好 貝耶勒最厲害的一個收藏 就是他在1950年代左右 他認識了一位銀行家 來自美國五大湖地區的一位銀行家 叫喬普森 湯普森 那麼他當時就收藏了 湯普森當年就收藏了非常多賽上 Paul Klee 還有這個馬提斯 還有皮卡索大量的作品 那麼他就將他大量的作品全部都買回來 而且是買回來之後 直接在德國進行銷售 然後通過以藏養藏的方式 銷售完之後繼續買 買完繼續銷售 那麼他在這個過程中 收集了整個20世紀非常重要的 現代主義的藝術家 是他的整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key person在裡頭 這也是從美國買回來的一個殘家的系統 那麼大家可能會說 他哪來的錢呢 就是我覺得這是跟整個1950年代之後 整個美國的收藏的崛起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時代 我們要做的就是一種藝術的買辦 我們要發現說某個經濟體在崛起 這個市場在崛起 那麼他的收藏家 又要想收藏什麼樣的東西 那麼我們可以買回來 比如說在局部的區域 我們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操作 那麼通過這樣的一個現金流帶動的方式 以買養買或是以藏養藏的方式 他必然就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這就是一個藝術的商業的模式 好 他收藏了第一位的藝術家 一位叫Paul Klee 這位Paul Klee也是一位非常厲害的 就是家裡面是有音樂世家背景 但是他是瑞士人 但是他從小在這個德國長大 他在慕尼黑的這個美術學院 他用黑白的方式來表達他的版畫 那麼這是他的一些作品系列 目前Paul Klee也是最關鍵的收藏脈絡 也都在這個 在這個貝耶樂的手中 好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教坦系列 還有這個紅色的風格 以及像這個Apple的系列 這都是Paul Klee用一種色彩 來表達一種音樂的韻律的美感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藝術家 你會發現很多藝術家 好比像堪丁斯基 他也是習慣用一種音樂的韻律美 來用繪畫的方式來表達 那麼這種東西 你可以從不同的色彩當中 感受到一種情緒的波動起伏 甚至會給你一種心靈的共鳴慰藉 還有一位是我們都很熟悉的 一位很重要的藝術家叫我們的李楊 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用線條 來表達關係表達空間 表達一種對話等等 這是貝爾瑞Foundation的一個收藏 1938年的一個作品系列 好以及1936年 這個是貝爾瑞Foundation的一個外觀 一邊是玉米地 一邊是河道 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區域 這裡面也體現出他的景觀的難捏 還有動線的設計 好這是Ernster貝爾瑞和他的妻子 他們之間一直都在1950年代之後 一直在周遊列國 一直在收藏很多不同時期的 20世紀不同時期的一些藝術家的一些風格 這個是到了1955年 就收藏了一位1955年的一位很重要的藝術家 叫德庫寧 他被稱之為叫左派藝術家 他表達一種戰爭性 一種表現主義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收藏 這是他在拍賣市場上面 可以說拍的最貴的一個藝術作品系列 還有就是這位菲爾南德 好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稍微的先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因為時間的過程